想要运动就来看到夏天最好的运动 当然就是去泡在这个舒服的这个水里头游泳咯 其实今年夏天真的很热 所以很多人都跑到游泳池去消消暑 但是告诉你现在呢到游泳池哦 因为人多到要拿号码牌来等 只是人这么多这里头的水到底未不未深呢 接下来带你一块来检视 好我要买一张游泳票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人数有点多 那我先给你一张号码牌 你听错吧 游泳还要拿号码牌等位置 能够容纳220人的游泳池 每到假日游客就保增 一张张号码牌 只要是假日下午 得等上半个小时才游得到 今年夏天真的好热 就算不是假日 大人小孩通通挤到游泳池香消暑 只是人一多 睡得游泳池大爆满 水质等卫生问题也让民众很担心 现在的水质是0.5然后7.0 那都在卫生局的那个标准 游泳池到底干不干净 游泳池人员每一个小时就得测一次 有消毒功能的氯含量只能在0.3到0.7ppm 测酸减的ph值则得介于6.5到8之间 在这边教教大家 其实还有很简单的检测方式哦 我们只要看看游泳池的水 它是透明无色的 而且闻一下没有严重的滤水味道 或是臭味就是OK的 我最担心的是会有排泄物跟呕吐物 但是如果一发生的话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水质处理的标准程序 第一个先封池 第二个把异物捞除 第三个大量换水 即使之前其他泳池就发生过 出现异物的案例 小害不少小孩和老人 所以泳池旁边随时有工作人员看管 才不会让泳客们因为水质卫生问题 影响健康 中间新闻何坤原路易台北前往报道